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回來了 今天是Live來的 Live啦 今天是8月24日 還在農曆7月 還在7月 還未關門 我們交代一下我 我去了哪裡和你去了哪裡 你去了維亞納 西方極樂世界 很棒的地方 我上次和阿楊 本來是星期日做《如是可聞》 但我放了大家的飛機 請病假 大家有關心女王 我就要多謝大家的問候 那些問候不是 那些來的 真是親切的 多謝大家 先交代幾件事 以我的記性 我再不交代就不記得了 第一 FORUM 暫時 現在仕官未在香港 我們有三個節目 《缺戰中環》 星期三晚上的11時半 做一個半小時 星期五 聚研堂 11時半 星期日 《如是我聞》 就是一個小時 亦都是11時半 等了仕官回來 可能我們會多一點節目 我們沒有人 你們明不明白 有貓 但我們有貓 其實是一個很難做的 主持 不要讓馬大口說話 就行才行 之前的準備功夫很多 是啊 例如讀了很多年書 你們是 我不是 做了很多年人 我不想說是 做了若干連人 總之 不是馬大口說話 再說一次 所以 人手不足 有些主持想做Live 有些主持覺得不用Live 無論如何 我們再有安排 現在有什麼方法 可以聽到FORUM 就是 FACEBOOK 我們的Page F-O-U-R-U-M FORUM 或者想FORUM YOUTUBE 為何你們不去看YOUTUBE 為何你們要扭令 為何我不明白其他節目 就可以在YOUTUBE 你們就不責任 為何我們 已經有FACEBOOK LIVE 又YOUTUBE 再加上MP3 還有一個叫Terence 的網友 幫我們寫了一個APP OK 你們都要這麼多意見 你知不知我們有很多事 做的 我們已經做完節目了 支持那些 讀書 做人 準備功夫 那些 你們不計 我們的努力 你們不計 OK 對不起 大家很關心 很多人都關心呂王 好花了 其實我為何會出事呢 剛才在電梯上 我和推咪哥哥 即是我的貓女 扮演那位推咪哥哥 Milton 聊天 因為上星期日 做節目的時候 我放了大家飛機 那時候 你怎麼會這樣 我就說 事源 要在15000年前開始說 嘩 拿名 為何要在15000年前開始說呢 因為在15000年前的時候 的人類 是叫做Hunter and Gatherers 是叫做Hunter and Gatherers 是叫做Hunter and Gatherers 是叫做Hunter 是叫做Hunter 阿李吃了 好像沒有死 這樣 那就可以吃了 這樣就摘了他們吃 菜啊 水果啊 什麼都摘來吃 那時候 是怎樣呢 是人人平等的 為什麼人人平等呢 因為沒有老闆 也沒有工作 也沒有大地主 也沒有小農夫 你肚子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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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沒錯 為什麼會靠海吃海呢 第一 海裡面的生物 取之不盡 那時候 沒有鄰近的經濟強國 會倒油漆 倒污染的水下去 然後魚 反了艇 所以就是你怎麼打 大家看這個 Tom Hanks 是嗎 Forest Gum 你也看到 是嗎 Bloom away Bloom away 對 你也會看到 是怎樣拿也夠的 第二就是 海裡面那些 除非你不幸運 被你一枝箭飆出來 那隻是鯊魚 否則它不會吃到你的 鯊魚也吃得 鯊魚吃得快絕腫 但是它不會走到你的邊 就是你在海岸線 海岸線 就是那條邊皮那裡 那些全部都是細細條的 那就是撞掉它 那內陸那些 那些不是繼續窄啊 而且看到一隻牛飛過 就追殺它 那時候很好 但是突然之一天 那些人發覺 咦 我把一粒種子丟進去 它會自己發出來的 那這個時候 突然之間有一個概念 就說 軍權神秀啊 普天之下 莫非黃土 全部都是我的 現在呢 我就分派你們 你們想耕田嗎 你不想那麼辛苦嗎 你不想每天 肚餓就走去撲 然後可能撲不到 然後很餓 可以 我有恩於你們 我現在給地你們耕 一個田字 你們耕吧 那我在中間 我不用做 然後你們把那些給我吃 這樣 就開始了這個 不公義的社會制度 OK 明明 那為什麼說得那麼遠呢 因為我發覺 大哥 其實不當甜不太好 因為我請了一個大陸阿姐 那一個大陸阿姐呢 就跟我說 哎呀 我跟你說 我在家 我都不喜歡 我看到泡沫 我就會想吐 他說他不洗碗 大哥 我已經有洗碗碟機了 你知道嗎 還要是那些 進化了 不是家庭用的洗碟機 是那些商業用的 那不是每個人都見過這些 他懂得用的 我教了他 一分鐘洗一機 你不用弄髒了手 只是放一碗進去 塞進去 然後他就說不行 他說見到泡沫會吐 這樣 然後我真的滴汗 我心想 救命 他洗澡不用泡沫 我沒有問 因為我不想有一個畫面 所以我沒有問 那可能他分到碟的泡沫 和他身上的泡沫不同 他說肯定不吃蟹 然後我就面對著連續幾天 是百多隻碟 為什麼呢 我數給你聽聽 你有沒有解僱它 聽我講完 就是 八個人 sorry 十個人 八個course 就已經八十隻碟 每人四隻杯 四十二 就已經一百一十幾 再沒有計算的碟 刀叉 水杯 如是等等 那我就連續幾天 就在這裏洗百幾隻杯 那我跟大部份的男人一樣 就是 心有如意力不低 力有不低 就是我的心很勤力 我很想做的 但是我的身體放棄了 然後我就發燒 我就叮了 就是這樣 即是你都很討厭泡沫 我不想討厭他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 明明現在 這個現代奴隸制 是存在的 我不記得哪一個 哪一個組織 做了一個 現代奴隸制的 這個調查呢 發覺香港是榜上有名 而且很淺 他好像有一個 叫做 Walk Free 類似 行動自由 對 是一個 挺有心的 是互相搞的 是 他呢 都做了一些調查 雖然是 那些調查數據 不是說 有些人提出質疑 不過呢 都真是 他慢慢都形成一個 就是輿論的力量 還有都看得出他 是很有心 是想 改善 現在 還是存在一些 這麼落後 這麼殘酷的制度 那些真是奴隸 他查過 最多奴隸 就是南亞地方 尤其是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 緬甸 這些 中國都有 但是人口比例來說 又不算太多 幾百萬左右 他去富士康看看 那些就是 他的奴隸 應該就不是指 那些正式僱員的那些 如果 正式僱員 都是屬於另類奴隸的話 香港幾百萬打工仔 都應該爆 我經常說 香港全部 除了兩位 不是啊 剛剛才說 你是要付錢才能做奴隸 香港是奇怪的 你要付錢才能做奴隸 那些叫做樓奴 你要付一大筆債 你負一大筆債 以前呢 廣東那些叫做賣豬仔 你收了錢才賣身 都還是賣豬仔 都還有錢收 香港現在是反過來 是你自己付錢出來 賣自己的豬仔 三十年供樓 然後 年代奴隸 樓奴 四十年最黃金的人生 你就做了樓奴的奴隸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 突然之間 有一個人 發覺 原來我是可以 把東西收起來 然後 我就派 你發覺 越農耕的地方 這個剝削是越強的 而且社會不公義 是越明顯的 中國是農耕社會 是 印度就是農耕社會 是 落口 它不是完全是工業化 那你是不是看這些地方 就是因為這些地 掌握在資源 簡單來說 掌握在少數人手上 它就能夠予取予攜 極端的貧富懸殊 沒錯 又是土地問題 是的 土地和教育相對落效 文治那方面相對來說 又跟現代社會 西方先進的水平有距離 其實這個 但凡跟土地有關的東西 就跟文治沒有關 最反智就是土地白 那也是 我想想 香港的樓奴 好像說 你是要付得起錢 才可以做奴隸 很大塊錢 你以為沒有讀過書 真的有本事做奴隸嗎 那做奴隸也沒有本事 記住 所以變成 你真的有讀過書 不表示你不會做奴隸 你只不過叫高級奴隸 你那個聾就大一點 就是這樣 有些類似以前的聾奴 有時候香港我自己看 釘死在土地上 那你一輩子跟銀行 地產商 以及你的老闆 打工 而你一輩子的收入 其實是進貢了你住的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也不是你的 那個地其實是屬於政府的 你只是有一個居住權在那裡 夠終可以收回2047年的6月30日 實際上是 其實現在香港你買樓 在某種程度上 第一有這個2047的問題 第一就是幾個版本 如果這個鄰近經濟強過 在2047之前已經倒台了 倒台了 倒台了 到時繼承的新政權 到底成不承認這一堆的 就是家庭啊 地租啊 地租啊 那些什麼 地契啊 地契啊 這一堆東西 大家記住 鄰近地區發生過 那時候文革的批鬥 鬥地主 鬥地主更早 1950年已經 而那些東西 對 而那些東西 那時候很多地主 那些地是被人做什麼的 是沒收的 是沒有了 而且是鬥死了 甚至是鬥死了 甚至是鬥死了 歷代農民暴動 都是這樣結果的 一定是把以前 有土地的那些 殺了 重新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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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土地文化 對 緩和了他的土地矛盾 不僅如此簡單 因為死亡人相比多 剩下土地就夠分 對 還要新政府上台 歷代統計也有 還要鼓勵你去開肯耕地 其實那些耕地本身已經有 不過因為那些人死了 沒有人沒有人 那你 大家有得分 快點去耕 你不耕田就沒得吃 不是啊 是你不耕田就沒人交稅 給養政府 搞清楚 不是你沒得吃 不是啊 他哄你的時候 他是這樣說的 他當然是這樣說的 他坐在一個田字的中間 那你那九格 他坐在中間 你騎了八格就慢慢耕到夠 其實那些人看回 其實那個年代 Paleolithic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史前 史前 耕田前 就是耕種時代 之前 那些人是多很多時間的 他可以吹水 他們可以做愛做的事 生很多小朋友 那時候沒有這個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 天生天養 吹水 聊天 有一點要改善 是 原因就是有一個惡性循環 在農間社會出現了 是人口大爆炸 所以 一方面看起來 就是 就是 魚獵 那個 Hunter Gatherer的年代 就是 農業前年代 就 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是一個自然藥制 你說可以生幾多小孩都可以 其實不是絕對的 因為 他會自然死亡 要節率高 因為找不到食物回來 不一定是關於食物那麼簡單 而是 因為他每次去找食物 他會找一條命薄 這個解釋得很清楚 所以 農業 和 Hunter Gatherer 是最大的分別 的一家科 就是 食物供應是不穩定的 固然 但是 同時 你要面對很多 性命的挑戰 你才找到食物 例如炸了生果 會掉到生牙 或者吃了有毒的果 你不知道沒試過 你喜歡前面那隻鹿 後面那隻是獅子 經常有這個情況出現 問題就是 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叫做 黑色幽默的笑話 但如果看大業務的進化論 又不是壞事 通常有些蠢的人會死 老了傷殘的人會死 所以 症狀 所以 有一個很矛盾的現象 現在的考古學家 找回那時的鞋骨 炎 有發生很矛盾的現象 環境越差 那些人反而是越健康 很有趣 很有趣 但是 到農業社會出現的時候 你少了自然藥制的條件 少了自然風險 雖然真的蠢到連耕田都不懂 真的好死蠢 在這種情況下 人口爆炸 而形成了惡性循環 是甚麼加科 你越耕種得多 人口超越耕種的話 反而越分得少 所以 後來 你記得馬斯洛的 人口的膨脹 那條線 為何這個社會 到某個點 會面臨大動亂呢 就是這個所謂 林界點的問題 但是 Hunter Gattery 但是 在一個相對平衡的自然環境裡 是健康快樂的 那呂王是沒有說錯的 因為 現在的考古學家 找回他們 那時候Hunter Gattery 越來越多 證據顯示 科學槍名 你真是研究到 你真是可以檢查 現在你以為是好一點 健康一點 那些人是長命了 但病痛多 只不過是大病延連 大病延連 而那時候的人 如剛才蕭公所說 就是他是短命一點的 他短命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他死於癌症 或者是奇怪的 chronic diseases 就是長期病患 他是紮紮一下 跌落生涯 或者出這個 智慧齒 死了 肚膜死了 被後面那隻老虎 擔走了 但是如果你分析 他們的骨頭 牙齒 如是等 是健康過今時今日的 不論是骨質密度也好 以及一個完整性 牙齒 我看過有一個 文章還好笑的 就是史前人類 羅馬時期的羅馬人 以及現在幾十年前的人 三個都是一劈骨 但是你看牙齒 最嚴重的就是現金 幾十年前的那個人 爛了 鑄了 為什麼? 借糖 widely available 羅馬時代 很繁盛 很有錢 但是 托衡還未有這麼威風 但是 史前的那個人更加厲害 為什麼? 你想回頭 就是他們不是坐在那裡等吃 大哥 要去找人 真的要去找 他去找吃 不是回去給老闆 而是他為了吸收過一千個套 他可能要付出八百 甚至一千多套 吃完等於沒有吃過 因為你跑獲金回來 然後腹肌都出了 然後吃了一口 就是這樣 那現在的人減肥也是這樣 是啊 有人留言說 我好像索了很多 因為瑜伽能醫百病 我病一退燒 我就去天天做瑜伽 厲害 厲害 好 漂亮了 你剛才說起那個人口臨界點 看看中國是一個很突出的 每個歷朝換代 改朝換代 又是土地問題 全富者連田麥千某 貧者和納追之地 然後就迫起大爆炸 其實以前中國人口 即使大爆炸的時候 都未去到幾億 還有一件事 農產品的改良和引進 這才是得人怕 明朝後期 就由美洲 通過西巴牙人 然後通過菲律賓 旅信等地方 去到福建 入了番薯 薯仔 粟米等等 這些全部都易種 營養豐富 加上中國大部分農民 農民是最耐心的 命最硬的 亦都叫做 命最賤 只要吃得飽肚就可以了 這些最易種 最粗生 又可以飽肚 還有些甜味的 結果 明朝末年 死了大陸做人 然後清朝 由康翁乾八幾年太平武士 到乾隆的時候 人口一下子超過三億 爆炸 然後你就知道什麼事 有百年膠 大 大暴動 然後又有這套暴動 那套暴動 然後又來個太平天國 死了幾千萬人 這個就是一個人口 食物 其實是一個循環 不過規模越來越大 所以大家 有一天我們做節目之前 即是咪後 我們在那裡說 剛才譚博說 他就說 想找一個肯和你捱墨記的女人 然後大家異口同聲 都覺得很噁心 你找一個肯和你捱墨記的女人 你不如看你自己一輩子 不用讓她吃墨記吧 混蛋 即是 這個怎樣說回 Tie to Ian來說 就是 你要明白 女人那種不安全感 其實是一個基因裡面的記憶 就是因為女人懷孕是懷孕十個月 而她懷孕的時候 她是跑不到 她沒有辦法去狩獵 她隨時會被旁邊的老虎 擔走了 一絲兩命 所以她要找到一個伴侶 她是有信心 她能夠每天提供給她 以及她肚子裡面的小朋友 還未完 還要是加十五年 因為第一 小朋友不是一出生 就像貓狗那些 一個月已經自己懂得走 自己懂得去狩獵 人類是要去到十四五歲才徵狀 她才有狩獵能力 所以女性那種不安全感 而需要另一半有強硬的經濟基礎 是原子中遠古的 擔憂 對於生存 能不能夠延續的那種恐慌 所以你不要說女人拜金 你只要能夠每天三餐就可以了 其實 但現在的三餐 可以翻譯到 可能要三星米之年 然後再加要去LV走一轉才能夠吃東西 那你想你 我覺得 這是家家有求的 麥景天宅現在近代有一個新的註腳 不是叫自然的選擇 而是叫性的選擇 即是你是奢侈得起的 你才有機會全中接待 即是同樣都是一頓飯 那你在街邊吃麥忌 就在三頂餐廳吃 那就差很遠了 質素差很遠 所以亦都是 即是不要說人家是密友 即是像你所說的 你吃得飽和吃得有營養是兩回事 你吃得有營養和吃得好味又是兩回事 但如果你吃得好味又有營養又飽又是很棒 還要有品味 這是另一件事 剛才蕭公子所說的就是 你也可以有一個版本 就是你住在山頂餐吃麥忌也可以 這個組合都可以 這個很奇怪 這個廣告很傻的 證明這個廣告的編劇 他真的不懂得自己買一些有營養的食物來吃 你如果真的吃有營養 你不… 甘於清淡 買一些有營養的便宜 麥忌很多 一樣吃得飽肚 麥忌那些 真的營養成分不太高 而且是炸的 你知不知道 我跟別人說 我都說我幾年說一個口臭 說到最近又有另一個醫生 是北歐湖在哪個國家 你的記性跟甘養沒有分別 就是他出了一個叫做 Food Hourglass 以前你想想其實很荒謬 那個金字塔 食物金字塔 說了幾十年 跟你就跟了幾十年 跟了幾十年之後發生什麼事 腦點 腦點 生癌症 喪生 跟著糖尿 跟著心臟病 血跡 你明白嗎 腦退化症 全部幾何級數上 然後那些人就發覺 怎麼會很糟糕的東西 金字塔 反過來先放 對 什麼事 剛剛把健康食物的危險 清單文明走了 脂肪是好的 以前叫你一個星期 不要吃三隻 多過三隻蛋 現在跟你說吃多少都可以 脂肪是什麼 就是分好和不好的脂肪 以前的垃圾金字塔 是解釋不到 為什麼日本人這麼長命 為什麼地中海的人 是這麼長命的 你也解釋不到 法國人這麼小心撞餅 正確 牛油 大佬 鵝肝 那些人都不吃 喝酒 為什麼好事呢 別人 你解釋不到 爛鬼三角形 是解釋不到的 現在的Hourglass 大家聽眾 有心機去搜尋一下 食物 即食物 Hourglass 叫什麼 沙漏 沙漏 The Food Hourglass 它就是由上面最闊 就是不要吃 不要吃 吃了你會死 然後偶爾吃一點 吃點吃點 這些可以 中間就可以了 然後可以吃的 不要吃太多 然後一邊吃 吃多一點 然後一邊沙漏 你看到不能吃什麼 和吃什麼 而它的比例也看到 為什麼我這麼討論 這件事呢 我都說過 我爸爸生前有胃酸倒流 他很可憐 他每次吃完飯 都會躺下 胃酸就倒上來 有Hardburn 即是消食度 很不舒服 很辛苦 很辛苦 老人家已經想睡覺 又睡不到 又很不開心 每次去看醫生 醫生就開藥給他 你知藥這些東西 很脆致 頭一陣子一定有用 吃久了就沒有用 有抗弱性 你身體會習慣 你有漿糧計 他有過長梯 那些 最後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我爸爸 我就說 我們一起Google 上網找答案 我爸爸找了答案出來 就很有趣 我先在這裡賣個關子 為什麼呢 和我最近看到 另外一個Documentary 另外一個Case 又是很過癮的 就是有一個人在美國 他上班 然後經常被老闆說 我偷喝酒 但他明明沒有喝酒 為什麼9點多早上 已經醉到不省人事 你為什麼這麼嚴重 其實他沒有喝酒 他真的一滴都沒有喝酒 然後呢 被老闆解僱了 回到家 女兒又說他回嫌亂語 他說你瘋了 我真的沒有喝 那女兒拍下 拍下他 然後第二天播給他看 他完全是斷片 他完全是喝酒 那些 但是他沒有喝酒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後來 看了很多醫生 保險都掩蓋不了 看了很多 洗盡了錢 女兒跟他翻臉 要騙他 你一定出去滾 你一定出去喝花酒 那些 然後吵架 到最後 工又沒有 都還沒黑完 黑仔裏爆 他開車 開了下車之後 被後面的車撞 然後吹波波 吹到他 過了這個 五倍 大佬 我沒有喝酒 你明不明白 我真的沒有喝酒 為什麼會爆五倍 這樣 那女兒為了 不想要兒子留案底 然後上網去找 然後找到一個類似的情況 就聯邀了 那個醫生 就聯邀了他當地的醫生 是懂醫的 就抓了他去 做最終測試 最後一次 那女兒已經說 我已經花了很多錢 我不看 那女兒說 你不看 我跟他分手 好 做完最後一次 這時候 醫生驗 終於驗到一個 以前沒有驗過的 就是他腸內的酵母 的含量 笑了 他腸內的酵母 是正常人類的四倍 發生什麼事 就是他吃了一些東西下去 就變了 自己釀酒 在舖子裡 在腸內釀酒 對 他給了一個釀酒廠 很棒 移動釀酒廠 沒錯 然後不用付錢 買酒 在酒喝的情況下 是會醉的 你看這個人會笑 然後他就說 醫生 這樣不能治療 你不能治療 醫生說 可以 不用吃藥 不用打釀 總之轉了 健康就可以了 對 生態平衡的問題 笑 他得到的診療 和我爸爸 後來自己康復 是同一個版本 芥糖 芥澱粉 對 我放一芥糖 芥澱粉 馬上不再胃酸倒流 這個人又是戒了之後 就沒有宿罪現象了 然後政府那邊 也要承認 他是有這個病 所以發生那件事 釀酒最重要的發酵元素 就是糖 有糖 有糖 葡萄酒 葡萄酒 葡萄酒也有很多糖 問題是 中式的酒 不是找米 是找其他東西 是啤酒 所以全部都是穀物 Liqure 全部都是穀物 所以你說 我們剛才說的 耕田耕田 是你有一個很 constant supply 食物的供應會很穩定 基本上你除了旱災 和氾濫之外 基本上你都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收 但是他用的是 因為有大量的勞動力 所以就必然會出現一些 就是貪生怕死 和這個 好食冷飛的 這個資產階級的出現 去奴役你這幫傻豬豬 要你們去幫他 耕耐他那份 那麼他慢慢演變演變 就成為了政府 政府就是用你的勞動力 去供養他的存在 他什麼都不用做的 我們看現在 奧運請的金牌 那幫得主來香港 他花了七百萬 澳門沒得參加奧運 你給了一千五萬 那些錢從哪裏來的 就是我們的血汗錢 還有他們的人工 港府高官的人工 是世界最頂級的 但是做出來的事 屬於第幾級 以下輪來計都是頂級的 炒不了的 這個才過癮 如果行公兩席 很多公司看到這樣的僱員 真的可以炒得了 是不是 我們炒不了的 錢是借足給的 所以這個就是 生態不平衡 很可憐 而說回耕田 雖然有一個很常供養 剛才蕭公子的證據就是 吃得飽不代表有營養 英國的營養是不平衡的 是 不平衡的 即是金字塔 讀著 你用大自然的比例 是不合比例的 所以現在人們研究 一些史前人類的健康狀況 其中一件研究的 就是他們吃什麼家科 因為他們家附近是垃圾缸 是垃圾缸 吃什麼家科 其實他們的食物的比例 跟對王說過 是倒轉的金字塔 我們認為最不健康的 他們吃得最多 我們認為一定要吃得最多 那些穀物是最少的 因為自然狀態下 其實穀物供應相對是少的 因為那個年代 還未有得耕種 不是人工的 不是完全沒有 是好笑的 等於印第安人 也有野生米 也就是野生米 你搶艇仔出去湖邊 搶很久在艇上 才搶滿個兜 很少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是Hunter Gatherer 你最不想做的 就是找穀物 最不想做是找穀物 你打魚更容易 是呀 魚也好 最多是雞蛋 雀蛋 早上我們還保留這件事 為何我們早上會吃雞蛋 是原始記憶 因為最容易對付那些傻掌 他們是在那裡捉頭 你知道哪裏有掌 你可以走到那裏 就拿著彈 就做了早餐 因為你不用賺命搏 所以有些很過癮的研究 出來是原始人的垃圾堆 你看他們吃過那些什麼科 而出來的 的而且是一個倒轉金字塔 不是我們所說的金字塔 谷物是最少的 肉反而是很多的 還有人類學家研究的時候 也研究他們的物種 就是什麼是史前的物種 譬如 不是完全沒有穀物的 蕭公司說得很對 不是完全沒有 但是很少 就是在大日裡的佔很少 而有些什麼物種 是在耕種 開始之後才有的呢 那些就是他們沒吃過的東西 其實是樹仔 是Paleolithic 就是史前人類是沒有見過的 是後來才飆出來 但是番薯也有的 所以現在有一派人 就是吃Paleo diet 就是吃史前人類吃的東西 就是果仁 蔬菜 水果 魚 蛋 肉 而就不吃公物的 Hello 大家很想念你 對 有人問你去哪裏 在後面 快點出來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你對同一個尺寸 譬如說50克 或者100克 白米 西蘭花 蛋 魚 雞肉 你會看到那個 雖然大家的calorie 你說calorie 不會差 它會有分別 當然不會差太遠 但是營養成分來說 百米是近乎零的 它沒有東西在裏面 它就是最便宜填滿你的方法 你明白嗎 OK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時候 你就會吃一碗的西蘭花 去採取那碗飯 你同意 他有意見 他有意見 OK 多謝你的意見 所以我大病初遇的 除了做瑜伽能醫白病之外 就是不要吃得那麼廢 健康一點 順乎自然 不要經常聽所謂的專家說的 你就是 騙著你這麼多年 他就很健康了 多健康 有運動量 運動量很大 好了 蕭公子剛剛在維也納回來 沒錯 在音樂之道 他執了新材 執了新材 這個就是解釋 很多人都沒有留意一件事 歐洲向右轉 右翼抬頭 有些人就說 歐洲人的死性不改 日納稅 法西斯 問題是 如果你親歷其中的話 你就同情地了解 別人的人為何會向右轉 我那單是甚麼呢 維也納都算是相對和平的 結果 某一天 就跟同事出來 這個貓 他就說 你好貓 我想上鏡子 我是主角 先說一下 好嗎 其實那一天 就跟同事出去市中心 難得有時間 那間漂亮的餐廳 陽光普照 風禍日禮 是日頭來的 其實太陽很晚 很晚才下山 起碼八點才下山 他們說夏天都 最長是十點 因為那一晚也叫做 夏天尾 開始有點秋涼 其實坐在街邊吃飯很不錯 在廣場旁 忽然之間 就傳來很洶湧的人聲 人聲 人聲 但是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有沒有真主萬歲 有人說聽到 有於是乎大家 拼命沒命奔徒 怕他恐襲 你坐在街上就不中槍 信了先 這是很過癮 等於情況是甚麼加科 以前經常說法律案例是甚麼加科 等於你在戲院裡喊火燭的情況 那些人互相踐踏 桌椅子都亂了大龍 玻璃瓶都亂飛 沒有人死傷已經算是幸運了 那整群人 原本是很帥 很優雅的紳士淑女 忽然之間變成爛民 又塞在餐廳裡面 門、柱子、地爐、廁所 全部都塞滿了人 甚至有個阿嬸躲在我後面 他緊張得用他的手抓住我大腿 結果呢 有個阿嬸炒人 不是乘機的 阿嬸沒甚麼要抽我水 很明顯你看到他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 很害怕很害怕 直接是杯弓蛇影 總之有一點風吹草動 一時間是天堂 地面就變得地獄了 幸好沒人開槍 一定是死傷就死 那麽和平的地方 都居然發生了一個 叫做哈魯的恐襲事件 報紙沒有報到 那場面太野笑了 事後大家出來便笑 問題是在走爛 走爛那一下 大家都真的怕會死 那你想一下 連奧地利維亞那麽和平的地方 那些人都怕成這樣 那你想一下 平時的老百姓 真是活在惶恐中 是沒辦法的 而當時不是完全沒事 當時其實真是廣場上面 另一個角落頭 因為其實進去之前 那些聲音都聞到 有些落的 很多警車都報了 原來就是有些難民和移民組織 在發動示威 抗議什麽什麽 我不管他 都肯定是 這派抗議那派 那派抗議那派 那派抗議那派 然後燒別人的國旗 於是乎 就是很和平的 大家是容許你示威自由 你有自由 你燒別人的國旗 你又不是燒奧地利國旗 沒有人的 問題就是原來 後來問街坊 燒國旗那下 有另外一派的人生事 在另外一邊 製造噪音 喊珍珠萬歲 於是乎大家不怕起兇 其實是想影響他的和平集會 所以變成了 你兩派根本都不是當地的人 在別人的地頭的生事 嚇到當地的人 就成亡成恐 在這樣的狀態下 你又什麽可能不向右轉 有些很簡單 我都要鎮定 但是我身邊有個美女 跟她吃飯 就算不顧自己 顧別人 交足氣 所以變成要用救家人 拋去避難所 所以你可以發出一個很尷尬的現場 你號稱很和平 號稱很開放 號稱很理性 問題是真的到你命仔成危的時候 你一定是雞皮九酒 所以奧地利今個星期 從新大選 推翻了上次選的結果 因為上次左右上派爭行的時候 差很少很少不夠1% 左翼最後贏回 就維持回 開放政策 這次的憲法法庭 判了她 選的結果 不成了重選 為什麽? 因為有些票 她覺得有移民 還有那個margin太小了 於是當時有人誤導了 當時有人投票 當時有人做假票 實有這些事情 有人送油 送麥皮 送月餅 應該沒有鄉很卑鄙 沒有鄉很卑鄙 沒有鄉很卑鄙 但她真的有權 當時我投票出了一些問題 不是喔 我的票一定不扣 然後推翻選舉結果 合理的這件事 問題的而是 不夠1%馬轉 於是乎重新大選 所以這次出來 再見完廣場走爛事件之後 就差不多可以篤定 不會有他想 歐洲一定整體向右轉 不會有懸念 不會有懸念 一定整體向右轉 你說什麽大愛 沒有意思 因為人家的命制重要 這麼簡單 命制之餘 就輪到這個 所謂文化能否維持的問題 所以變成現在法國 就極其右轉 到還未曾大選 都已經開了這個 所謂衣服的禁制令 即是你要包住頭 蒙著臉 不准出街 不准入泳池 最近海灘 直接有警察就是 逼人住衣服 不准穿這些 伊斯蘭的罩袍 你一定來到沙灘 逼人住衣服這下也幾有趣 這個人是幾有趣的 你告訴我 他抄襲習近平主席 是啊 我們偉大的習主席 在早兩年就已經在新疆地區 立下了這個命令 新疆沒有罩袍的嗎 有 沒有啊 不准帶 也有罩袍 有 不准 如果你帶公車 即巴士 不接載你 然後公共地方 會趕你出去 遇事等等 所以法國 即是後知後覺 現在才能學到 不止這樣 新疆當然 我以前去過 他年輕一代 都已經幾摩登 很少整個罩袍 多數是年紀比較大的 那一班 那時候 壓制都不太厲害 但這幾年 他就要把 伊斯蘭的罩袍等等 很嚴格 這樣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一家貨 大家看表面現象 好像是一模一樣 但你想清楚 原常你們就判斷到 現在是誰在誰的地方 明白嗎 即是你踩進去回民的地方 要一些回民跟他自己的傳統 色彩地 以及回民踩進去別人的地方 要別人跟你回民 做兩樣東西 所以瑞士就是最法西斯 最民主的 但是同時是法西斯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朋友移民去瑞士 他自己也知道 很幸福 他是很幸福的 問題是他說 其實當初去到 他都抑鬱到想死 民主到什麼地步 你想搬進那條村 你想在那裏結婚 嫁這個男人 要公投的別人 如果你不認同你的社會價值 對不起 你不是我們的人 不要緊 他那個國家的人民的質素 應該是人類社會目前最高的 他做公投 他是很理性的 大家都為那個國家的 最近那個派錢 不做事也有兩萬元港幣 你在香港試試做這些公投 大比例放下 這個先說話 不是只是放下 是大比例放下 我想想香港做這個公投 你說會怎樣 瑞士德 即時 跟之前的估計一樣 就是推翻 他以前那個金融 是不是增加 國家的黃金儲備 都來一個公投 結果又是推翻 他們去到一個這麼細微的政策 都可以公缺 其實這個也是反本歸真的 你想想像那些女王廣山 史前年代的時候 想想什麼 鄉親 俘虜 整村人 俘虜 有出來商量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個族群 就是一個事族 你如果是維繫 你的事族的紀律 說清楚 那個時候沒有是社會 女人說是和平很多 沒有是社會和平很多 那種紅性激素 沒有這麼厲害 有問題是否就談好 概念是一樣的 因為那時候的制度是平等的 只有大家那麼高那麼大 是不是 我肚子的時候 不見你紮給我 那樣 是不是 我是不是真的紮 你自己真的紮 那時候是這樣的 自然就不存在一個貴族 這個有天子 天子又來 這個翻黃 然後諸侯又來 那些是你man-made出來的東西 但你現在鄰近經濟強 國際 假裝推翻大制 你依然要威權 但瑞士是沒有威權的東西 你不可以這樣比較 這個鄰近經濟強國 在未成為經濟強國之前 他一樣有大民主 他說地主 拿一個地主出來 大家做一個訴苦大會 然後怎樣苦大仇心 訴苦一大輪 仇恨一大輪之後 大家公決 是不是拿這個地主去槍斃 結果幾千人一齊舉手 是很民主的 這些全民公決時代 都真的做過 而且是活動的 那時候 是另一類 質素分別就是這個 因為形式上 你都好像很民主 是 最後那些人回來 怎麼玩 那些是報民 最極端就是文革的時候 是吧 我們的上屆特首 就是民主最高峰的文革 最高峰的文革 問題就是 比你有民主 你弄成這個樣子 這樣才糟糕 所以變成悲劇 歐洲的情況 最和平的地方就是法西斯 起碼是瑞士那一隻 但不是報民那一隻法西斯 是兩回事 因為人家有質素 但他都是公投公決很多的事情 所以結論就是 如果你真的不想清楚 民族政策什麼一回事 移民政策什麼一回事 就很嚴重 等於香港現在 出了新的統計數字 講決戰 講選舉 新的統計數字就是 新移民的投票傾向 很明顯看到 所以換血效果是出來了 很明顯看到 所以你的投票傾向 原來和你是否移民是有關係的 很大件事 所以本土派現在真是 發瘋 會造反 要喊極端的口號 你又不怪他 情況一樣 每個人都害怕死 每個人都害怕會出事 這個福利主義 以前香港是商界最反對 但現在本土派 是比商界反得更厲害 就是說 你這些如果搞這些 全民退保什麼 那些新移民來到 很多已經是中老年了 博大帽來了 是不是他們都有錢分 我調戲不順 有一年多的中緩 對呀 對呀 蔡耀昌那時候幫忙搞的 對呀 所以你想怪誰 我不懂得發聲 所以 左膠的矛盾是什麼呢 就是他 什麼都會放在平等博愛 光環 一定要放在盤子底下 他是不理會裡面的內容 即是我們說 從事實上 他都一樣要套下去 譬如他很討厭 鄰近經濟強國的人民的 所謂的質素 我們不會說數質 但是他又覺得 他們既然來到 我們都要一視同仁 我們要包容 我們要大愛 要和平 你明白嗎 現在不是在於你個人 喜歡不喜歡他 你包容不包容他 現在是香港人 根本已經去到 你說 好像在奧地利維阿納 人人自危 香港並不是 跟他們有幾大分別 除了是生命 是否受到 另外一種很不同的壓力 就像阿楊所說 香港人面對另一個困局 就是要付錢才能做到奴隸 在這種困局下 你再加上 這個人口的衝擊 你想想反彈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就是 為什麼本地忽然間 這麼本土化 青年本土化 世代的思維 完全激進呢 你看看大環境 你便知道 其實香港的環境 越 那個君父 越是公平越開放的年代 是沒有這麼大的排外心態 是沒有一樣的 也就是說 當你本土的生物 受到生存的威脅的時候 對於外來生物 一定是反抽的 你跑不掉的 這是自然獎 這個完全是感覺到 那麼顯錢的道理 為什麼沒有人明白呢 或者有人不明白 而他故意不理 他不想明白 因為光環很大 但他在殘忍他 是否真的 還有現在 其實很多 一般市民 他未必是不明白 但他是想避開這些話題 他覺得很無力感 一說 如果我只是一說 很多人都會說 他們不是不知道有問題 但他們不想說 那又說回 戲學玩樂 什麼什麼 大家八八掛掛的 這些都算好 有些人假裝激進才過癮 所以變成 民建聯B隊 不止 剛剛有觀眾留言 我這樣說 向右轉肯定有人罵我 是人渣 不過我回應很簡單 怎樣罵呢 有人收了咪 罵鬼 不是 他自己在一個屎塔 自己錄 我不知道他 隨便 這張左的道德光環 有一個在人類歷史上 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 結果 批右 是批得很徹底的 希特拉 麥索利利 這些批到盡 一說起極右 希特拉批盡他 就可以了 一說起左 無論引發的災難 其實比希特拉的災難更大 是吧 但結果怎樣呢 毛老爺子的廟 每個人當神拜 波爾布特還有柬埔寨人 去拜他 可以拿好運 是吧 到蘇聯時的史太林 就算現在的左也沒有徹底去批 所以呂王先前說佛計的時候 有一樣東西 叫做共業 你自己 即覆即覆即覆 你很厲害 我幫不到你 所以我看過很久之前 大陸有些比較有理性的學者 他說左這個毒 當時相對比較開放 左這一點 得人驚的一件事 就是他會用一種 道德和反壓迫的形象 出來 但他的危害 比右更加得人驚 因為他是唐醫毒藥 中了 你殺一個人的時候 你殺一個階級敵人的時候 你是一個道德光環 很得人驚的 他鼓勵他更做更多 以及民眾也期待有這個期許 但是你要做右其實是很困難的 但是現在又是可以說 就是鐘擺放到右邊 因為 既然所有的環境 現在世界各地都出現這個情況 除了我們這邊 這邊繼續是閹到不閹 說回選舉 選舉我們想說一些策略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業樓有 有30%還是26%支持率 就是暈倒一陣陣 他有這個安全線 以及有一個入圍線 以及贏硬線 就是三條線 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要善於運用自己手上的票 譬如我心裡舉例 我很想投司馬民這樣計 很想投 你在說港島區的 港島區的 以港島區為例 港島區為例 我很想投司馬民 但是問題是 司馬民現在可能只剩下3%支持率 我加上我的票 或者幾個好像我的傻豬 加上去 有一個非理性的 非策略性的投票方法 我為了支持他 因為我喜歡他政綱 我投下去 他都不會出閘 因為他3% 他差太遠 他距離入圍 那條線差十幾個 即是買馬羊 不要太冷 是啊 因為馬都會突然之間 吃了禁藥跑出來 拔止尿都可以 但是問題是 這個選舉 他吃什麼藥都沒有用 吃春藥 印度神油 什麼都不會幫到的 是真的你的票的影響 你要把你的票壓下去 他剛好在入圍和安全線 那條縫裏面的那些人 那些泛民 你未必同意他的政綱 你未必喜歡他的 他可能是那些 但算不算含淚投票 絕對含 含淚 含淚 含什麼都含我 你不含淚含外 真的含淚 但是你也要這樣投 原因是 我投給我認為很中籍的司馬民 他不能入圍 而一堆票就浪費了 因為你沒有策略 你將他壓下去的那些 剛剛欠你這一堆的游離分子 如果你投得對 這一堆的泛民 他愛於他的身份 他都要做一些人做的事情 他由這個入圍去到安全線 那你就會在議會裏面 多了泛民的議席 始終你壓倒性的姿勢 你會保得住華語權 講完 這個高難度 高難度 現在越來越難計數了 會不會有些民調 又是誤導 也有可能在吵 又說不准 而且現在那些民調 他現在還用很古老的方式 打家居電話 你 我經常想不打給我 喂 大姐有很多話說 我打你 你以為有家居電話 按道理 這班學者應該是 用一些新的方式 去做民意調查 你發了訊息過來 我按回覆你 為什麼還堅持 找人打家居電話 用最原始的方式 你不能記上笨 你打手機也好 打家居電話 所以未必可以作準 但也有一些朋友問過我 怎樣計數 他們很煩 無論怎樣解釋 都很難令人明白 或者令人可以做一個 百分百準確的選擇的時候 我只是說 你心目中喜歡誰 你就投誰 不要啊 剛才就說不要做這件事 寶貝 就是你要找那些 最接近入圍的投給他 高難度 那些欠狗像那些 沒有投給他 我是含淚的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含淚去到臨界點 真是臨界點 為什麼年輕人反台 寧願那些人是說 玉石俱憤 寧願你的建制派進去 你通過23條 寧願跟他們玉石俱憤 因為泛民的而令人太失望 含淚也含落 但是你玩那麼大 是啊 現在那些年輕人 是跟你玩那麼大 他玩得起 不是玩不玩得起 他根本不在乎 你不要再用我們玩不玩得起 很傳統的方式衡量 他根本已經是 不顧慮後果 講得明是跟你玉石俱憤 即是他那麼喜歡資爆 如果是一個傳統香港 有工具理性的人 起了資爆就糟糕了 我們賺少多少錢 那又怎樣 或許整個社會 經濟崩潰瓦解 更好 因為他本身已經是失敗者 成功不關他的事 你明白嗎 在這個制度 他永遠是失敗者 制度永遠是失敗者 為何他們等於以前的農民大暴動 為何會有些人出來 有乖常理的事都會做呢 因為他已經是絕望 他看到他有可能的來日 也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 你一輩子住劏房 你一早攤大酒吧 拿鐘門 你不要娶老婆 好像說 連時鐘酒店都找不到 你怎樣傳宗接待呢 結婚都要分居 基本上是受到危害的 本土生物 他反彈是正常的 所以想他理性去投票 不是反彈 反腿又怎樣 反肚 所以基本上 你預期他很理性去做一些事情 我沒有辦法 可以想像到他會肯聽 所以 呂王雖然說那些 很虎厚婆心 希望大家不想見到什麼壞的後果 陷履都還要投票 陷履投票 陷履投票這些事情 已經勾過了 沒有辦法 形勢被人強 因為我自己以前都陷履投票了很多年 結果都是繼續陷履 結果都是繼續陷履 不是啊 陷履了別的事情 法論面前 窮人陷履什麼 自己想想 我給你一個牽制 L字頭 所以變成說 雖然我們看選戰 外人怎麼熱心才算 當局者參與 當局者參與裏面的那些人 就一直坐在那裡 傻 而且最過癮的 就是傳統的泛民 依然是和 所謂新進的本土 都是水火不相容 細不兩立的 根深說 那這個又被人討 真深說 很過癮的情況 到底是怪傳統的泛民那些人 不去幫那些年輕人 還是怪那些年輕人 去叫你長腳 這個議題很有趣 不是的 有些很奇怪的 照樣可以出得到 那些港獨照樣過得到 只不過姓梁那些人 只是被人刺 兩回事 我知道你上次的 戰鬥力強弱的篩選 你講過 有數計 我那個是很有謀論的 怎麼都很簡單 你文字聯B隊 你說港獨 你說聯邦自治 幫聯自治 不要管你 香港立憲什麼 那些人就能進入 因為根本就是 這個分身術 醒醒 其實不用說這麼多 你不要看他大大聲 很亢奮 在立法會裡面 那種的異政慈嚴 很激動 或者他平日做節目 說髒話 罵到爆話 很洩憤 大哥 現在我不是要你洩憤 你洩憤你去戳火 不如好不好 你去打拳也可以 你做什麼也可以 你做瑜伽對摺也可以 現在是要改變到的情況 而這一群人 你看看他投票紀錄 麻煩看投票紀錄 你看看他比民主黨還差 說完 拜拜 而且他們 不要說比民主黨還差 直接去到選舉的時候 不見了 都說要票债標償 搶傳統法民的票 就形成一個效應 就是戒票 是 所以慢慢慢慢的 那個樣子 都已經不太騙得到人 還有關鍵時刻 就離開香港 這些就自己看紀錄 都是那一句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很嚴重的話題 剩下30分鐘 蕭公全部都是你的 說笑而已 還有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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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人 不是呀 我很乾淨 我不說話了 就是這個深港通 和上市審批權之爭 其實呢 會不會悶到大家 不會呀 大佬 聽眾 有些不生性的聽眾 容許我這樣稱呼你 就是在那裏說 喂 最醜醜是什麽呢 我看了哪一句 我想小句 但我文字不少人 我懶得 就是說 這幾集 講笑了經濟話題 金融經濟話題 我們這些聽眾 國內聽眾 特意翻牆來聽 我們很失望 啊 你的節目少了人聽啊 這樣 然後我就 噢 噢是嗎 噢 噢 噢 就是我給你一個反應的 是吧 噢 知不知道什麽叫做主持自主 知不知道什麽叫做主持自主 講完了 四個字 編輯自主 是啦 主持都要自主的 我們 不可以每一集都限制講什麽 因為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事發生 我們要講不同的事 是吧 很明顯 這些翻牆的聽眾 沒有翻牆去看我寫blog 那當然 我那些都不少人去詞 基本上 圓圈都很厲害 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你不知蕭少偷是誰 你不知蕭公司是誰 香港新見筆 知不知 不是我說的 是煉瑜珍說的 你明白嗎 總之 總之觀眾會是看文 的如是技術 你找口說不容易 如果看文的話 基本上都已經說了 但你說一下吧 否則又說你這些 越來越少人聽 是誰 嘗試審批拳的問題 深廣通 和嘗試審批拳 深廣通這一刻 已經說了很久 其實 在廣通之前都已經說了 中國要開放 問題熔斷了之後 夢斷藍橋 很多事情 雲斷 不知熔斷 那麼簡單 國內都害怕了 但照樣如做 很死有趣 為什麼呢 一人得錢 可以這樣說 原因就是 它不開放的市場 早晚就悄悄 國內的股票 閒閒的 也有100倍市盈率 有什麼市場 可以這樣撐 就是PE一個成數 我明明賺一元而已 香港很利盛 你賺到一元 我用十元買 你也很給面子 我賭一局 十年派息 可以派給我 還錢 你賺到錢 你賺到錢 就是買你的股票 賺不到錢 賺到錢 賺到錢 賺到什麼鬼 國內就閒閒地 幾十倍 一百倍 事盈率都有 於是出現一個很過癮的分析 其實國內的錢 是沒有訂走的 是沒有訂走的 最後最終變成熱錢 什麼都要炒 炒到什麼樣子 就是期貨 古靈精怪的不得了 是什麼期貨 例如火腿期貨 菊花期貨 以前的金香期貨都是這樣 就是跟幾百年前歐洲一樣 人家領教國 已經給了學費 你不用現在再來給 所以變成很危險的一件事 就是有什麼風吹草動 你肯定會走爛 變成以理性來說 你不能不改 你不能不開放 你說到貨幣天下無敵這麼強 才算 誰會用 貿易才會用 問題是 你永遠都是貿易上用你的貨幣 金融呢 投資呢 所謂資本帳 你怎麼對 你不成為一種貨幣 所以變成你要爭取到 所謂國際的認同 和良性循環 令經濟不會那麼變態 樓又炒 即是期貨又炒 菊花又炒 菊花又炒 前幾年炒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不想市場這麼變態的話 給大家多些產品 大家買什麼 買港股 最簡單 所以變成早晚要開 預算了 最安全的已經開香港 試開另一個還死得快 所以一開的時候 我已經 幾年前已經批了 是那個陣痛會很嚴重 因為真的有人對著你的弱點來打 上次已經暴露了一個最大的弱點 就有點像這個義和團的事件 原來單梯被鬼女人打你 他本來都是自己的 還有 叫自己有醉狼死的 都是自己的 所以變成後來 原本這個熔斷爆了煲之後 李總理就想著 磨刀霍霍來抓你那些死鬼佬 哪個屢通外敵的人來叫你 鋸來鋸去 自己有 還要是官倒 原來你入市救市的資金 是用來炒股票 賺多你一筆 於是當然是龍顏震露 很多人認聲人頭落地 所以其實就是 去年爆煲之後 一個很過人的現象 就是這個金融大逃亡 這些人 那些基金經理排著去跳樓 查到來的時候 你想不死都不行 這麼簡單 一定查到的 手勢太絕裂 是不會做馬的 那些人是這麼粗 看著你用公家錢 去炒股票 代入支架袋 都有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可能會不死 可能只是習慣做賊 做不到正經人 所以其實那個 真的是生態大災難 你一開了之後 但是長線來看 這件事很過人 長線來看 就不一定是壞事 休息女拜 有淘汰 應該就是說 不是你那些奸的人 會死光 不是啊 入了龍顏社會之後 沒有淘汰 現在開始淘汰了 金融社會開始淘汰 你那些友製 你不要用這麼蠢的方法賺錢 你要賺錢 你也要奸一點 麻煩 奸的人應該要聰明 至少蠢人會死去 那你蠢人死去 社會是有些秩序 就算大家都不奸才算 起碼有腦 所以我經常都說 那句說話 我不怕人奸 我不怕人奸 我怕人蠢 你蠢就是鑿沉船 大家攬炒都有 你奸 我折了提針 吊膽都煩著你 是不是有路足 沒錯你有路足 他當然有錢才來賺 不會跟他攬炒 所以變成 他早晚都要開新港通 已經預料了 問題是他現在還開呢 那就有兩個解讀方式 第一 他很安心 繼續去 第二 他很迷惑 不去 不可以 那就等錢去吧 他一早都說 真的等錢去 所以變成他不解決的難題 不行 他繼續放水 又不知怎樣放好 你放了水 你的水又去哪裡 他又不知怎樣算好 他又放了水浸 結果很過癮 水浸到什麼地步 中國已經出名 是這個鬼城多 現在還在撐樓市 你不死嗎 問題是環環相扣 你放水 樓市不起 銀行就死給你看 那你怎樣搞 那就唯有大家 鬥命長 放水養樓 放水養股 放水養很多東西 放水養金魚 期望大家早晚通過經濟增長 去消化了這個不平衡 所以變成他沒有辦法 沒有刺激經濟 等於一個肥佬 他不停地吃 他已經600磅了 他已經三川金魚又高 膽固醇又高 血脂又高 什麼春都高 但他還在這裡繼續吃 現在醫生就要幫人想辦法 幫他消耗他的脂肪 類似吧 因為這個似乎用生物比較複雜 但問題是 就算有好的醫藥秘方 幫他減肥 幫他變回健康 但他發覺如果吃少一點 他會即死 所以他要繼續谷肥 即死也不是這麼理解 反過來就是 你的毒癮太深的時候 即時戒毒 也會為心臟病死 還有他願不願意戒毒呢 這才是放在兩難的局面 他的經濟是靠水浸來撐住 撐了太久 你這個正常的經濟調節 他真是一個任重度遠 和很痛苦的過程 所以好處看就是 他夠安心 夠膽下一劑猛藥 就被你刺激一下 就開始調節 刺激一下是做運動 就要把尾巴掌 問題是凡他 如果他靠泡沫經濟支撐這麼久的話 你真的刺激爆他的泡沫 好像現在的年輕人 刺激爆 好啊 很煩的一件事 快點啊 就算你真的願意忍受這個疹痛 但問題是 他國內現在的利益集團 他一定不願意少一個崩 或者有人可以補給他 在別處賺 行不行 大家的利益要怎樣分 難得太大了 哪個貪官家裡不是一噸黃金 你怎麼搞啊 所以你可以怎樣調節 你無法調節 無法調節 因為利益集團太大 他改革的時機最好已經過了 你起碼要在利益集團 形成的初期或未形成的時候 你已經有一個機制去壓抑 到現在這個時候 而且你比較協調 比較不太對立的情況之下 都起碼大家在同一條船上面 現在大家已經分道揚鑣 大家不同的救生艇 互隊爆發 沒錯 我想你死你想我亡 歐生鬥角到這個地步 他不介意你某個產業會爆燈 第二個產業他就說 吃掉你的那份 這樣也有 最後就是你早晚攬炒 還要吃得起 所以說你心講通一下 所以見微知著 他不是很安心地開放 反過來他就很擔心地開放 所以套用國內的說法 就是萬世輪迴的 改革到了關鍵時刻 每年都關鍵時刻 每年都關鍵時刻 所有關鍵時刻的機會 很好機遇 但所有機會都已經失去了 難的 每一次的改革 就形成一個更大的危機 要令到下一次要出更大的力去改 這就是他的所謂死循環 偏偏是香港給了一個出氣口 反而拖慢了 是拖慢了 拖慢了他爆發 還是拖慢了他改 兩樣都是一樣的 其實香港等於聖誕節的煙通 他現在在煙通底下 也在等待 不是聖誕老人 而是舊世主跌下來 是拯救他 但沒有人等 我記得我2002年的時候 去深圳和上海出差 兩個地方 北京 經常聽一句 深圳五年後超越香港 上海五年後超越香港 我上櫃一望 沒有可能 我早幾晚 我一個文化交流 不是私房菜 記住不是私房菜 文化交流 來了一隊 女生是大陸人 男生是香港人 他們話語間 聽到他們說 他們認為 包括內地的女生也說 如果大陸要跟世界接軌 他認為五十年不行 一百年不行 他說五百年 我就在這聲笑 大哥 投胎了多少次 你死多少次才救 你死多少次才救 你金融要開貨 不是說你有錢 給人買股票 你的資訊 你Google 現在都不能進入 Facebook 到現在都不能進入 你的資訊 已經不流通 你怎麼可以變成一個 相對健康的金融系統呢 所以孫中山 不是有先見之明 你看回他的名言 幾十年前都說下了 香港大學的發言稿 大家去看看 當年為何他會有一個 革命熱誠的嚴點 就是他來香港見過 最大的諷刺是 就是我國數千年 而不能達致之情 這個國耳小弟 數十年之內 即現成 大哥 他就深受啟發 震撼 當有惠惠新派 都是來香港 看過見過 噢 嘩 爆了上來 當年 所謂改革開放 都是因為香港 這麼少的平衡 要多做幾個香港 不過他只是抄了一些皮毛 他就是想拿香港的錢 但是他們 看不到香港的公平 廉潔 和西方高水平的結果 我們上集說 中國人抄了一件抄皮毛 是啊 他永遠學不到裡面那一股 譬如他喝了你的湯很好喝 問你什麼湯 你說雞湯 他就回去 用什麼瘦肉精 雞精 一滴香 這樣做一個湯 他就覺得他贏了你的 他沒有想過 原來你真的拿了幾隻雞 焗完之後再去咬 裡面加了很多蔬菜 他們是 明不了就是明不了 水平層次太低 就是水平層次太低 不要期望他明白 但也不要期望我們跟他共存 有一個聽眾Alex Tammer 證明我們真是Live 就說遲了聽 有沒有人留言 永續基本法 有很多人留言 你們兩個有沒有意見 對於永續基本法 傻的 基本上我也寫過2047的話題 我知道 我就很理性地告訴大家 你要永續基本法的話 你就自尋死路 因為有很多事情 在基本法裡面 沒有解決到 遺留了一個惡性的累積 而你這件事 不去解決它的話 你真的早晚爆破 你只是計一條很簡單的數 你在基本法的框架底下 累積了的丁權 你再到2047都沒有使到2047 香港已經不夠地牌了 現在已經不夠了 現在已經不夠了 但是你的丁權那一刻 除非你改基本法 又有釋法 又有高院另外判定 你的丁權 不存在 不說就不存在 沒有這件事 所以你永續基本法 你也要想清楚 你基本法裡面 是不是你照單純收去永續 又或者你基本法裡面所說 均衡參與的五個概念 才算 功能組別 你是不是有千雙還勢 這是難度高的 明白嗎 當然你操資國急去改 好像老董 好心做壞事 還會死亡人多 但如果你完全不改 照單純收 還會永續 第一件事 你明白一件事 基本法是一個權行的措施 是一個臨時的措施 鄧小平也知道 猜到你 也不要玩過五十年 他也知道 他也是找出路的 所以看當時的基本法設計 概念才算 鄧小平 民選 他裡面所說的很多事 都說明是一個過度的安排 他是很樂觀地看到 五十年之後 就沒有問題 有好理解決了 所以到時候 其實不需要檢查 他說中國的發展水平 跟香港一樣 那是沒有錯 一國一制 還有 剛剛蕭公說 是一個權行 權利 權義 權義之計 當時為什麼他會這麼權宜 其實是要安撫八十年代 那個資產階級 和中產 而八十年代 那幫人的觀念 和當時的社會環境 到今時今已經變了 來到二零四七的時候 那個局面 又怎麼會跟上世的八十年代一樣呢 他的基本法設計 就是想將香港定在當時的八十年代 是一個安全的平衡點 是的 他覺得當時的平衡點 就是等於上次說的 兩條路線的鬥爭 就是大家都是 你民主抗共也好 你那個專業抗共也好 你那個專業抗共也好 其實主題就是抗共 反過來 就是專業 應該盡快投共 街大歡喜 融合得歸才這麼快 反過來 民主那些當年的泛民 原來後來發現 第一 你們現在立刻罵他 是大中華膠 民主抗共變成民主回歸 你很麻煩 我沒有這麼技術 我講的 我的版本很簡單 就是現在還有基本法 Are you happy with the situation 你看看現在已經知道 十幾年而已 未夠二十年 天下大陸 已經搞成這樣 現在有沒有基本法 有的 應該是你受基本法保障 英國還有很多人說運作良好的 一國兩制是非常好的 他有的運作的確是負衡的 你想想被選舉權 和均衡參與 包括實現普選 這些都已經是明張目膽 你走利數了 走利數固自然 另外一件事 其實根據基本法裏 你說永續 但裏面有很多變質的東西 你是不能夠不省水的 例如說當年英國佬留下了很多 真的有超級部門這回事 超級部門這回事 例如廉署是強力部門 當年英國佬的時候 你的匯報那條線 是上了這個 廉政專員 再上了港督 再過了英國組家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所謂強力部門 其實是有王管的 不是木木王法的 反過來現在 發生什麼事 你論到廉署裏面 那些人要兵變 說法就是 你以為這件事 是基本法帶來 還是不是基本法帶來的呢 有些事你不能夠 只是用權宜之計 而永續下去 你出現那個側面 後果可能更加恐怖 廉署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是 警務也是 現在每個人都被人說 黑警 當年回歸的時候 連個法官都可以 都罵警察 都罵警察 說他手法卑劣 是啊 很少學 所以變成警務 已經迅速地移變 你估不到連廉署都移變 為什麼近來 有很多金融行家 一直說 證監也有問題 同樣道理來的 其實那個情況有什麼加科 都是另一種強力部門的後遺症 當年英國人的行政主導 是有他的前提條件 前設在那裡 所以當年你不覺得 他會有一個異變的風險 給予權宜是不重要的 你還有一個獨立的司法 你做一個公民社會 做一個憲政的觀念 去大家互相制衡 現在都是不同的 但是所有這些異變 在什麼情況下發生呢 什麼不同了 就是當家作主的人 對 沒錯 這些異變是如何出現的 其實都是來源著《基本法》 你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裡面的事情 不是就像雷王所說的 剛才那個很過癮的個案 原來這些牆 敲數是特別高的 糟糕 你本身就不正常 還要把你偷偷一些不正常的事情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說永續不要玩 還有你自己看看《基本法》 有病就看醫生吧 麻煩你 你想一下《基本法》 還有一件 大家很切身很感覺到的 就是居留權 居留權是只要在香港出生的 我告訴你什麼 單非雙非 全部都是自動變成香港居民 有香港出生 結果現在出了什麼問題呢 我們前幾年 醫院公立醫院幾乎倒閉 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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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園搶頭搞不定 小學學位 也搶頭搞不定 是吧 然後族群矛盾越來越厲害 人口洗牌就加速進行 喂 沒有違反《基本法》 居留權完全沒有良好 完全是百分百按照《基本法》 你是不是要永續 你就算想永續 你都無法做 因為香港是承受不起這個人口壓力 所以就是說 追本索完 你看看當時中英談判出來的《基本法》 過完八九的特大矛盾之後 你怎麼看這份《基本法》 他所謂怎樣可愛才算 其實真的是一個權宜的方案 使你一個所謂過度的空間 而過度去那個終點的什麼加科 就是2047 所以反而就不是 是否永續《基本法》的問題 大家要留意 到底2047你想要怎樣在香港 你還有30年 就算吧 還有我們又說兩句港獨的話題 就是現在就說 我覺得一句我很判斷 我認為非常被冒犯 就是梁振英那一件事 說校園裏面是沒有談論港獨的空間 他用說髒話來比喻 他說你說髒話是不犯法的 但是呢 你在社會上說髒話是不犯法的 但是你在校園裏面說髒話 就會被寄過 根據這個公安條例 有一個叫做騷擾公眾秩序的罪名 是可以監禁一年的 在公眾地方爆粗 因為你冒犯了別人 於是人家就有權發生氣 有權發生氣 有權發生氣 有權打你 習慣法裏面是有這件事的 叫做騷擾 就是挑釁 受到嚴重挑釁的情況下 他打你 未必要負全責 不是說你不用負責 未必要負全責 雙方也是 所以在公安條例裡面 跟分英國佬的傳統 就是在公開環境裡面 例如說髒話 去挑釁別人的 引起社會秩序問題 那你就犯法了 那怎麼會不犯法呢 特首說公眾地方說髒話不犯法 他超然 特事特辦 你不超然 特粗特爆 他是特首 他超然過你 超然過三權以上 那我相信他的版本 好嗎 我現在不相信你了 真的不好意思 你是我的partner 我都不相信你了 我相信他 特事特辦 他是特粗特爆 特粗特爆 他就說 講港獨是不行的 校園裡面 是沒有講港獨的空間 我知道很多人已經評論過 已經很冷門了 就是說 這個 《基本法》第一條 香港是中國 不可分解的一部份 所以你就不能說 第一 每個人都講過 就是哪一條 告訴你 你不能夠討論 以言入罪這件事很嚴重 言論自由保障 大家都講過 為什麼在言論自由的框架裡面 你不是說什麼都可以 為什麼呢 如果你煽動別人 你申請別人犯罪 行不行 你誹謗 你當然會被人告 如是等等 但是沒有在《基本法》裡面 存在說 討論是不行的 或者是任何的法例 也沒有 現在另一個反過來的 陰謀論 就是說 有人是無間道 港獨之父是誰 完全沒有人想大肆討論的話題 經過施政報告 劈頭宣傳之後 所有年輕人忽然找到生命意義 原來有些事情你會這麼緊張 拼命說 還有很刻意地在開學之前 九月開學 在開學之前 將這個港獨的爭議帶入校園 還是以香港最高行政首長的身份 塞入校園 學校裡面的教師、校長、學生 根本不想做這些事情 沒有什麼人有興趣 可能施政說兩句不出奇 問題原來就變成了鳥原野火 大張旗鼓 每個人都值得有東西可以玩 接著還要做一個 吳局長吳克劍 走去北京那裡 為這件事 特意走去北京 TSA就走去日本 不算了 給機會坐飛機 不喜歡在飛機看書 TSA就走去日本 港獨就走去北京 所以變成正宗的 以前老董的評論 他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無事生事 小事變大 然後大事就失控 如果你說這件事 是當年董先生腳痛的理由 現在這個腳 就是天殘腳那麼大 他似乎是想 但有另一個說法 就是想利用這個 鋪大鎧 來增加他連任的籌碼 這個絕對是失控的 為什麼呢 他根本大大聲說 港獨 港獨 再說港獨 其實他一再向他的主人 去說 只有他才有能力 因為他是第一個 發現這個問題所在 沒有人看到的 沒錯 沒有人看到的 林鄭也看不到 曾玉成也看不到 曾俊華也看不到 沒有人看到 只有我看到的 其實我是有先見之明 我有洞察秋毫 所以這個問題只有我能夠解決 他們就算說他們懂得處理 都是假的 因為他們是跟我的 所以他一直刺激 其實他一直在宣誓 他下一個連任的 你明白嗎 那個動作 我謹義致誠 發誓 沒所謂的 很久以前 小時候我們在拍羊的時候 很有趣的比喻 叫做崛武人定律 就是每一個皇朝 最後那幾任皇帝 正正就是令到這個皇朝 復亡的原因 因為他做一些 正正就是這些 所謂的倒行逆施的 而是很聰明 周朝的時候 麗王為什麼會被人扔走 為什麼那時候 會有人造反 搞共和 就是因為他 尾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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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於是在街上再沒有人 說我的壞話 大家用眼神去交流 不敢說話 到了我們要說話的時候 就直接動你 不說就不動 直接動手動你 直接動手動你 所以變成就是 柏洋坐牢的時候寫的 真誠地寫了歷史犯性 有多少真的會 肯聽這些 忠然就是總角逆矣 就是沒有人會肯承認自己 坐在一個領導地位 而令到滅亡的經驗 就會是自己 崇禎 崇禎也是 剛才說崇禎 他自己掛勒眼 是自己拿來衰的 原來 到死那天都長在掛人 永遠不關自己的事 永遠不關自己的 永遠不關自己的 一定是別人的錯 你對我不知 我非亡國之君 所以變成就是 所謂掘無人道理 或是幻無人道理 我彭陽寫了之後 都幾十年了 到今時今日 你是深水清 又揭花 都依然讀得進進有味 其實為什麼 講讀這個議題呢 當然我們有這個 梁公鎮英的家詞 提湖灌頂之後 當然他就 越發越大 成何成市 來紫貴 香港民族自決論 但是 很啟發性 實際上 為什麼他的主子 亦會相信 香港這個土壤 的確是 引辱到這個思潮 最新的那個 聖旨 就是台灣 所有現在 在民進黨政府裏 有公職的 都不能來香港 不能來香港 你會發覺 好死過癮 前朝都沒有這樣的事 非常有趣 殺傷力其實不下於 當年放飛彈的 很有趣 就是那句 既然要令台灣人 不要來香港 那麼他獨立好 還是不獨立好呢 於是 就把那個壓力 迫到第二面 東京奧運的時候 已經爭取台灣證明 2020年東京奧運 隨時是用台灣代表 就不是用中華台北代表 在這個情況下 那你就想怪免 日本仔 一向都跟民進黨 都沒有大眼去 怪不得誰 既然你這邊落閘放狗 他那邊不抱他 他抱誰 你想一下 港獨 疆獨 台獨 藏獨 或蒙獨 全部都是跟共字有關 根源就在那裡 就是這樣說 一個很粗俗的比喻 個個結婚的時候 都說到 海勢山盟 海膚石蘭 沒有了你 我一日人都不做 過了若干年之後 看到你後面就憎你前面 最好不要回家 如是等等 這個時候 你就說 你生不了兒子 我要跟你離婚 你睡覺 整張床 我要跟你離婚 你本來的婚姻 契約就不離婚 但因為去到已經相處不了 現在就是香港已經頂不住大陸 其實你說什麼都假 為什麼泛民這麼討厭 有一個原因 就是 也是因為他不肯去到問題的根源 就是 所有事情 是因為在共產黨治下才發生 英國人治下不發生 所以你什麼都會 懷念以前英籍時代 現在想跟西環有辦法談 你談一條毛嗎 在他的治下 他不會給民主 你爭取不到民主 是不會有 有 是因為他倒台才有 所以現在年輕人 深受啟發 所以你為什麼擔心 他們會 肉石俱焚 諸如此 他們真的在想這一點 他們為什麼擔心肉石俱焚 我是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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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俱焚 誰是虧 難命的條 你既然已經被人標籤為廢青 我也是廢的 所謂的 還有當他可觀的將來 他也是住這個劏房 劏房也住不起 劏房也住不起 所以你說要分析這些 其實要分析的可以有多少 大家繼續寫一下文章 我怕會悶到大家 所以要分析那些個案 已經有很多教代了 提起揭定的重點 我想 找口說的 是較為故事性的 感性一點 不如這樣 你將你的紅文 發負過來forum 我怕是門瓜 不會 你不發負我 去處理你的 老實 我先隨便用 我多謝 其實 那邊 婦人那邊 我也是這樣 你講好了 你用 隨便 有沒有稿費 沒有資訊 我在婦人裡分享 你不用分享 直接分享我的博物 沒所謂 我的博物沒所謂 自己有 大家可以多看一些 學習的東西 樣子你也可以多寫 我已經封了筆 由月曬運動開始 這麼嚴重 對 沒有心機寫 去到樹山的時候 寫什麼 總有東西可以寫 說一下 不寫 我開鑊產 你們不要搞我 好忙 好 下個禮拜三見 下一個節目 是禮拜五萬十一點半鐘 一個小時的聚焰堂 拜拜 再見